共黨主席柯文哲一大早現身嵩山機場 先別緊張 他是要和國民黨團參加復婚期 母親告別式 但就在這敏感的時刻 金華城閉案 柯文哲無保請回 但北檢三號提出抗告後 靖州憨隨即爆料 檢連掌握了柯文哲 高達千萬不明賬物 仔細看靖州憨的報導 千萬金流幾乎只出現在標題 以及應小微收受匯款 消失了一千五百萬元 檢連追柯帳目出現驚人巧合 民眾黨發言人吳怡軒 就痛批示毀滅人格 週刊內容還提到 二零二零年四月 柯文哲拿出金華城容積率 與樓地板面積差異比較的文件 轉交給彭振生 還在便簽上寫下 給彭富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還是要強調 它是真的嗎 如果是真的 那又是北檢給特定的媒體嗎 假設它是真的 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柯主席並沒有叫公務員要違法 時事評論員李正浩也加碼爆料 早在二零二零年四月 都發局的公文中 就提到金華城開出了樓地板面積 六百七十八點九一趴的條件 但監院認定結果為容積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五百六 考量本案在法院訴訟中 建議循訴訟程序解決 以免有圖利金華城的爭議 公文最後還有柯文哲的清章 更寫下四個字 速審速決 都發局所有同仁在處理 當然應該也必須定時和市長報告 我印象所及他知道 主席他說的不知情 大家一直誤解成他什麼都不知道 柯文哲市長 前市長他不會去參與相關審議的過程 所以他當然不知道審議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名嘴啊 見縫插針 然後看圖說故事 產出一些相關的這些資料 能夠來浪費檢辦案 當初一份填膺的一句不知道 恐怕將左右未來柯文哲司法戰的走向 記者林俊鋒 蔡北楊 台北桑報道